穿灰色外套的男子在通讯航内坐在收运机旁 撬开抽屉翻箱倒柜 看起来就像店员 有顾客在看手机 他还上前服务推销 整个过程都在装忙 趁没人注意他偷了两只苹果手机 直到店家要打烊 清点时才发现遭窃 而警方获报线索一度中断 那犯嫌住宿及进入大卖场均有假资料 无从查证身份 遭窃的是台南的通讯航 嫌犯上门时不用手机扫QR Code 而是用手写实联制 名字电话留的都是假资料 原来他从北部下来到台南 也用假的资料租车 住宿也登记假的 而他行窃手法细腻 没被当场抓包 事后要追查 已经有时间差 在监视器下等同于隐形人 最后远警在其他县市警方 成立的北中南贯窃群组内 比对出嫌犯身份 调阅监视器 依据季嫌身上刺巾 弃而不舍交叉比对相关资料 查出寄贤真实身份 警方找到寄信贯窃 他已经因为其他的窃盗案 在台中服刑 在石联制刘贾民 还被查到 他还酸原警理征会办案 今年三月被依窃盗 未造文书罪 判六个月徒刑 专石联制手写漏洞 自以为聪明 还是被警方揪出来 TVBS新闻 顾所昌台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